好 各位网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腾讯视频 共同为您带来的202中超联赛第三轮 广州城对阵三都泰山的比赛 他现在我们看 断流鱼和克雷桑是打两个前锋的 应该精进到还是要踢到右边 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上赛季的这种水平 是 先看这个球 克雷桑 好住 太小了 还有克雷桑左脚 这个球还是看出来作为中锋啊 这种能力 右侧的脚球 前点蹭到了 还有莫伊赛斯 有这么好的机会啊 这球还是踢得太正了 先看这个球 机会来了 又是莫伊赛斯 开场之后两次机会 都出在莫伊赛斯这儿 但是没有把握住 你得要 好球 陈志昭 看陈志昭能不能缓出来 这真的是没人啊 李提香 完成了大门 好球啊 李提香 中国上的主队口令抽奖 今天下面场比赛是主队口令是广州城 广州城 大家看前边这个城是城市的城 后边这个城是成功的城 我觉得这么穿还是太简单了 陈志昭 一队一队带林 过去了 陈志昭 掉门 这个球啊 王大蕾说 王大蕾说 这球你要让我打 他这球 这个掉门 他这球没有戳起来 戳起来王大蕾还真不好办 好球 看这球 陈朴能不能传好 陈朴 后点 投球的机会来了 没有顶进 还是莫伊赛斯 今天真是所有机会都出在莫伊赛斯这儿了 大家也希望打下我们腾讯体育 腾讯视频 积极参与我们的红包鱼 看这个球 孙正浩 宋隆这边 看怎么处理 有射门的机会啊 选择了传球 机会来了 呦 这个球没打进啊 这是断流鱼 我们看这个球啊 稍稍有一些靠后啊 能不能给过去 进行到左边 宋隆的机会 看宋隆 选择直接打门 这球打到了外脚位上 你看这个球啊 那个谁 陈朴给带进去了 对吧 这个球 挑起来 找陈朴 这个位置不错 但是陈朴直接选择了打门 对 你看啊 别说射门 就陈朴这球传到中间来 克雷桑也没在 也没到位了 对吧 所以说他这就不是 这种球按道理 甭管射不射门 转过来 对 清楚 看王瞳怎么处理 看这个不停有没有人 机会来了 后脚跟 这个球 应该是 还是莫伊赛斯 这个泰山的三个人都在往前抢 但是在点球点附近这个地方 其实是最有威胁的 还是进行到 还是一对一 没有人去接应 左脚传中 后点 顶回来 贾德松二点 这个弹跳 这个爆发力 哇 这个球啊 这个 这个投球顶啊 完全发上力量 而且顶的角度满刁道 冲月磊啊 这下立功了 好球 让得不错 孙震昊 刘彬彬 这下没第一时间传 传起来 后点 菲莱尼 又是菲莱尼 费莱尼 替补登场 就收获了他的赛季手球 和他一起替补登场的刘彬彬 送出了助攻 但是这个球还要同时感谢孙哲浩 孙哲浩之前策动提供给了一下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串 这球真是 我们说再来看一下 这下给的是真漂亮 刘彬彬彬的传球 费莱尼 泰山压顶啊 这真是叫 哎 关键这个就是什么 你看啊 贾德松也能顶 但是顶不进 就费莱尼 他这个投球还是靠谱的 太好了 对吧 他在曼联的时候也是打不进 给他换上去 咚咚 两头解决问题 没错 费莱尼 泰山球迷 这会儿可能放心了 放心了 有菲莱尼在 进球还是有保证的 绝对有保障 这下就好踢了 看刘彬彬在右边这会儿 打得是真活跃 好球 看莫伊赛斯 可得不错 孙准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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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没打进来孙准浩 配合打得这么漂亮 这球也折射出来 孙准浩这赛季的状态 莫伊赛斯这较后脚跟 给他真好 这个确实太漂亮了 而且凡尾队员这球 小将陈运城明显 他把他给让过去了 他这球是拿九天筒 好球 看刘彬彬能不能突进去 刘彬彬传中的机会来了 二点 这个球 孙准浩立功了 后点 还是菲莱尼的 菲莱尼选择直接射门 打到了立柱上吧 这个球 又是孙准浩 孙准浩和刘彬彬 在这个局部的配合非常多了 这是第一下 进行道的统射那下 这是后边那下 一停一射 这还是陈运磊扑的 还是菲莱尼 好球的机会 好球又顶到了横梁上 陈运磊继续风险神扑 再看这下 其实第一下 孙准浩斯 这下滑枪相当好 如果能停下来 停进去就 单刀球的机会 最后砸到了横梁上 这样的话 时间应该说差不多了 这样的话 台盘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依靠菲莱尼的投球破门 身材实在是1比0 战胜了广州城 而结束之后 菲莱尼这场比赛 真的是鞠躬至尾 你看 虽然就下面场比赛 65分钟上来了 但是这结束之后 一下瘫倒在地